詞曲 李宗盛 蔡英雄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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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到 吕掛 吕掛跟前面的小絮瓜是甚麼關係呢 還是阜掛 你把那個 封天小絮倒過去 就變成天者履 要慢慢養成習慣 风天小区 脑袋里面就要有一个像 风天小区 倒过去 天从下面变上面去了 风倒过去变成泽 叫做天泽吕 我们也说记这个并不难 你有天地跟火水是怎么倒都一样 然后倒的时候 山这个是雷两个要换 雷跟山要换 大哥跟小弟要换 然后大姐跟小妹 这个风跟泽要换 所以前面说风天小区 一倒过去变成什么 变成是天泽吕 就出现了副卦 吕卦第十卦 所以第十卦是吕卦 接下来吕卦第十卦 吕卦很特别 为什么特别呢 我们看看他的卦词 吕狐独为不迭人 吕 好像是老虎出来了 这老虎怎么回事呢 在这里面解释就有两种解释 一个是怎么样你看 底下是一个对卦 对在西边啊 这边的猴殿八卦 左青龙右白虎 看到没有 左青龙右白虎 白虎就是指对卦 他在西边嘛 这个猴殿八卦 想想看 南猪雀北玄武这些 好 那么也有人说 铝卦在这里不应该是指对卦 应该指上面那个前卦 因为前卦本身力量太大 又是正好在天上 代表他力量太大 代表像老虎一样 老虎给人感觉是非常的威猛 我们以前看过 云从龙 风从虎这些 所以我们这边先看到 老虎不咬人 老虎为什么不咬人 踩到老虎尾巴 老虎还不咬人 为什么 因为你很有礼貌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只要有礼貌的话呢 礼这个字啊 包括礼仪 礼节 礼貌 反正就是礼多人不怪了 在这边就没问题 我们这边看一下 先说他的虚卦 物虚然后由礼 物受之于礼 看到没有 礼仪跟礼仪放在一起 物质方面的需要满足之后呢 你就会比较有礼貌 叫做衣食足然后就知融入 就可以教你礼仪 也是孔子说的富而好礼仪 孟子没有一段话 你可以参考 有一个人呢就问孟子的学生 说你们儒家讲那一套啊是没用的啦 问你 礼跟食哪样比较重要 吃饭跟有礼貌哪个重要 你说当然是礼貌重要啊 好 现在如果你守礼仪不吃饭就饿死了 你如果不遵守礼仪就是没有礼貌 就可以找东西吃就可以活命 在饿死跟活命之间 你还要守礼吗 这很难回答 学生没办法回答 另外一个人第二次又问 好色跟礼仪两个重要 喜欢美色跟礼仪 当然是礼仪重要啊 好守着礼仪的话就娶不到太太 不守礼仪就可以娶到太太 这这么严重 那你还要守礼仪吗 一辈子不结婚吗 学生不能回答 就跑去问孟子 孟子说这种问题算什么问题呢 他说我爬到高楼上 有一个三寸的一个木头 放在高楼塔尖上面说谁比他高 我不看底部 只看最后比谁比他高 当然是三寸的木头高 又放在塔尖上面 我现在问你金子跟棉花哪个重 我一两金子一侧棉花 那谁重 当然是一侧棉花重 那你不告诉我是多少棉花跟多少金子比 只会我金子比他重 那也不跟我讲底部从哪里开始算 只看那个塔尖层比较高 这算什么讨论问题呢 是不是 所以孟子是很厉害的 儒家是强调什么 你要珍惜自己的生命 所以孟子就讲很多话 孟子为什么可以继承孔子成为亚生 变称孔孔之道 有他的道理啊 他的这个智慧发展出来之后 把儒家思想解释得很圆满 孟子就跟他说 你去回答他 如果一定要扭住哥哥的手 比如说这边有块蛋糕 哥哥想吃 我也想吃 我如果要吃到 你要把哥哥的手扭在后面 我才能吃到 那你要去扭吗 当然不能扭 只是多吃一块蛋糕的事情 居然破坏兄弟的情感 又没有遵守礼貌 当然不能做 你比较的时候 你不能拿太大的跟太小的笔啊 对不对 你说这个面包 我不吃就死掉了 但不是我该吃的 我省得算了 儒家不能接受这个 你比的时候应该说 如果不扭哥哥的手臂 我就吃不到蛋糕 要不要扭呢 那你为了吃一块蛋糕 你去扭哥哥的手臂 这太不像话了 当然不能扭 手里也不能扭 他另外说跟好色有关 他说 如果说 你翻过这个东边的墙壁 因为古时候的住家 像这种这个河院式的啊 都是男生住东边 女生住西边 这当然也配合我们的这些 五星这些了 因为正是长子嘛 住东边那些 所以叫做西香记 女生住西边就写 他不会写东香记 东香只有东宫太子 那是没什么好写的 他说 你翻过这个东边的墙壁 到别人家的西边相房 这样就可以娶老太太 你也翻吗 这太难看了嘛 有一次不择手段要娶个太太 也没有人让你说 你绝不能娶个太太 你按照你的方式 照样可以父母之命 没错之言可以结婚嘛 那你还要翻墙 对不对 所以你问题是 你比较的时候 你不要拿那个生死 那么大的事情 跟那个手礼帽 那么小的事情去比 东西拿来 我快饿死了 拿来就吃 我管你是谁的东西 管你是该不该吃 我先活命再说 我活命之后 再来赚钱赔你吧 都可以嘛 这儒家的思想 所以你看到没有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 孟子里面 你不去了解的话 你光是哪一些表面上说 儒家是不是很虚伟啊 平常这个讲一些礼貌 到这个要求生存的时候 什么都不管了 这是一种 不要说人的本能嘛 生命很可贵的啊 不能随便吸尘的 我杀身成人可以啊 你叫我说 为了坚持一点礼貌 我就不吃一样东西就死掉了 那儒家并不赞成 所以为什么孔子称赞管仲 这是原因之一 因为孔子的学生 为什么骂管仲 因为管仲跟错人啊 他没有跟着自杀 另外几个人叫韶夫 那几个人通通自杀了 齐国发生内乱嘛 分成两派啊 管仲跟错了 跟着孔子秀 他的好朋友包属亚跟对了 跟着小白 公子小白就是齐桓公啊 是不是 那结果跟着孔子秀 那好几个人通通自杀 管仲就不自杀 结果子录这些就笑他 说管仲真是不想话 不想道义 但是后来管仲就因为他活下来了 齐桓公用他当宰相 能够造福天下人 所以孔子说了一句话 难道你希望管仲像匹夫匹夫一样 在山沟里面自杀 使得别人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这段话很有意思啊 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看到外国人汉学家 研究我们的国学 有时候真的替他们担心 为什么 有时候看到有一个学者写文章了 他说孔子对爱情好像没有什么 表达意见的机会 因为古时候没有机会谈情说爱 不过好像有一个资料说 有一对男女谈恋爱 家里面不赞成 他们到山沟自杀 孔子曾经表示反对 我后来特别找了好久 发现一男一女自杀 只有这个个案吧 原来是外国人乱念书 外国人念书有时候真是匪夷所思 匪夷所思是个字来自于义经 就是不是平常你想得到的 匪夷所思跟那个匪没有关系 匪就是非 因为外国学者看到说 匪复匪复在山沟里自杀 自尽于勾夺而莫知之也 孔子讲这句话 就以为孔子反对一男一女感情问题 家里面不赞成在山沟自杀 真是难以想一下 所以我看到外国学者研究文的儒家和道家 我就觉得不敢领教 不敢领教 他们很用功啊 但是文化毕竟是有一点基因的吧 我们的传统里面用我们的文字 外国人讲 居然我们学西方东西嘛 我们西方东西学得再好 孩子有隔阂 我们再继续看 这个铝挂呢 我们刚刚提到老虎可能是底下的对挂 铝挂也可能是上面的前挂 我们看他的断转 断约 铝 柔铝钢也 悦而硬乎钢 硬乎钳 是以铝虎为 不迭铝 亨 钢忠正 铝地位而不救 光明也 柔铝钢是什么意思呢 柔顺者以铝对待钢强者 你把那个铝啊 跟铝配合在一起 铝者铝也 我们现在讲一段这个许慎的说文解词 铝双兵兵字 铝就是鞋子也代表脚 你怎么走路呢 你走路的时候你就要记得铝啊 铝者铝也 所以怎么样 所以弑神致福也 你在古代呢 就是去实践一些事情 走路的方式 就你怎么跟 人生就跟走路一样啊 弑神致福 你怎么样去 弑后神灵得到幸福 因为铝这个字呢 本身是宗教含义的 这边从弑 弑代表三光 就是这代表天 上面这代表天 底下这个三条线代表日月星辰三光 那右边是什么 你如果写繁体字比较清楚 我们这边把风写出来 你这个字从事从风 风者像什么呢 二玉再气之行 玉代表是祭司用的 底下这个痘是桌子 就是我在基督徒上面 供着两盘玉 叫做二玉再气之行 代表祭司 所以礼仪的礼这个字啊 在古代是宗教含义 我们也知道 你只要旁边是一个事部的话 都是宗教含义的这个字 所以礼仪是什么 旅也 你按照一种方式 好好去操作 这个旅代表走路行动这些 目的是为了世神致福 这是礼原来的意思啊 是宗教的背景 宗教的含义 好 所以这个地方提到说 这个柔吕刚也 以礼对待刚强者 以合跃去回应强健 各位都知道 叫做天则吕 天代表强健 底下的则代表合跃 去回应强健 所以才在劳物仪巴上 劳物不咬人 通达 刚强者居中守正 还是一样 九二跟九五都是杨摇 他当地位也没有愧疚 是因为光明坦荡 那么这边讲 吕地位的话呢 是九五居中且正 没问题 接着看大象传 第七年 下约上天下则 吕义 接吕义便上下便离至 这边讲上下呢 是说 各位都知道 天在上面 则在底下 则不但在底下 则壁也是最底下 你想想看地上有什么 地上有水 但水在流动 它不是禁止的 第二个 地上有土地 那什么叫则 沼泽比土地还低 土地有一个坑有一个洞 它才叫做沼泽 所以天在最高的位置 折在最低的位置 上下分得很清楚 这要做什么 分辨上下 每一个人都要知道掌幼尊卑 这样才能讲礼一样 那么让老百姓的心意可以安定 我们看到的内容 第一个 初九 树驴 往不救 像曰 树驴之王 独行怨也 初九按平常的见旅方式 前往没有灾难 因为初九本身是有动性的 洋洋在岗位 按平常的方式去前往 是因为只想实现自己的愿望 为什么只有独行怨呢 因为它上面跟九世不应 它这个不是为了任何利益 它基本上刚刚进入旅卦 它本身又在最底下 所以老老实实找我的方式来做 没问题 接着看看九二 九二旅到谈谈 幽人征集 像曰 幽人征集 终不知乱也 出现一个字叫幽人 什么叫幽人 因为底下是一个泽 沼泽的泽 古代人隐居很多在沼泽里面 我们现在沼泽已经很少了 越来越小了 古代沼泽很多 水乡泽湖很多类似的地方 常常沼泽里面隐居 我常常记得金文小说里面 提到有一大堆人 王雨嫣他们 开始都是在沼泽里面 到那边还要坐船去了 你要是没有人带路 你还是很难回来 都是像隐居一样的 所以这边讲幽人 因为九二正好在底下下挂的中间 就在沼泽的中间 所走的路平淡宽阔 提到幽人的时候呢 九二六三六九四变成一个护离 离挂代表明 但是呢 为什么讲幽人呢 因为底下对挂是代表有缺陷 眼睛有缺陷 叫做幽人 看到没有 幽人也代表幽暗 就看不清楚 后面就会出现很多看不清楚的事情 所以幽人就有两个理解 一个是说我在沼泽里面 我觉得这个理解比较合理 因为我正好在第二个位置 对挂有三摇 九二在中间 对挂代表泽 九二在沼泽中间 这叫幽人 因为你眼睛有问题的话 到六三你再来说 好 我们先看主摇六三 主摇凶的很少见 我们看一下 六三 苗能士 不能屡 屡虎伟 蝶人 凶 五人围于大军 相约 苗能士 不足以有名也 不能屡 不足以御行也 蝶人之凶 未不荡也 五人围于大军 至刚也 那么这边讲的内容比较多一点 我们看六三 眼睛有急还能看 脚薄的还能走 为什么提到这些东西呢 第一个 六三在下挂对里面 对就是悔辙 说过了 对挂虽然是口 也代表有开口 有些缺陷 有些悔辙 护挂是离 九二六三 九四是护离 代表眼睛悔辙 眼睛有病 又在护挂训里面 训为骨 骨就是大腿的部分 同时呢 他本身也是在对挂里面 所以他两个护挂都被他用上了 用上了之后呢 都有悔辙 一个是眼睛有问题 一个是腿有问题 还能走 一冒险前进就有胸祸 为什么 因为上面是一个前挂 所以我觉得把老虎当作上面前挂 反而比较合理了 因为六三等于是 你看一只老虎啊 上面是一只老虎 老虎头当然是在外面 因为他由下往上走嘛 一般讲认为脚在底下 尾巴在底下 都比较合理的思维 头在上面嘛 所以六三才在老虎尾巴上 为什么 他紧临着九四 九四九五跟上九是一只老虎的话 九四就是老虎尾巴嘛 他在老虎的后面部分 那六三就正好再踩上去 他是主摇 这下就危险了 老虎要咬他 那么对尾口等于落入虎口 六三自己本身是在对挂的口的部分嘛 你又踩在上面的老虎尾巴上 一咬就咬到你了 你自己正好是落入口中 老虎口中 所以这是很生动的 那么六三得到五个羊羊呼应 表现有如勇武之人 又与上九正印 所以他想要回于大军 想要说我来当老大 但他没想到说 上面三个羊羊合在于是一个钱挂 对你来说非常不利的 但是他还认为自己很厉害 为什么厉害呢 我是唯一的英勇 我一个就可以笼罩全局 一少甚多 那么九四呢也是 呂狐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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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业 九四也踩老虎尾巴 这正好又再进一步说明了什么 上面钱挂是老虎是比较合理的 六三踩到老虎尾巴被咬了 九四也踩老虎尾巴 为什么 因为九四九五跟三六岁是老虎 九四是在老虎尾巴的位置 这叫做双重的象征 他本身是老虎尾巴的位置 那他这个挂叫什么挂 叫铝挂 我自己是老虎尾巴的位置 我就踩上去 因为铝就是踩啊 踩上去 所以九四也踩老虎尾巴 但是没事 为什么 戒身恐惧就没事 哎呀 抱歉 踩到自己的尾巴 不小心了 就没事了 最后吉祥 九四为什么吉祥 他能够阴阳相柔和一下 阳瑶在柔味 九四调和一下 所以没问题 好 再看九五 九五怪驴真利 相约 怪驴真利未曾当业 怪这个字啊 各位慢慢要熟悉啊 因为毕竟有个怪挂 怪就是刚觉的意思 刚觉旅行正乎有危险 那么用到位置居正来当令 在履挂里面以柔为主 因为他是礼仪 礼节礼貌嘛 以柔为主 九五呢 太过刚强 所以他这边就是什么样的 正故有危险 你一直刚强就有危险 因为你讲礼仪的时候 不管你位置多高 你就是当国家领导 你也是要态度柔和嘛 你不能说我当领导之后 我就刚强 那你就违背了这个礼的原则 好 最后结局 怎么结束呢 出现了第三个原疾 我们一起看 上九四旅口墙齐全原疾 相约原疾在上大有轻眼 在上的位置出现原疾的只有两个 一个是上九 一个是上六 上九出现原疾的就是在履挂 一定要记得 履挂上九出现原疾 因为在上的位置啊 平常都不好 那另外在这个上面出现原疾呢 是井挂 水井的井 是上六原疾 井挂为什么好 水风井 你背着背水风井 你一画就画出来 这就是原疾 为什么原疾呢 因为一口水井啊 造好之后呢 就要怎么样呢 让大家来享用 叫做有福同享 所以原疾 道理其实很简单 上六嘛 请开口了 只有开口的话 你不要加盖 大家都可以享用 这是最大欢喜 那为什么履挂也是原疾呢 上九 因为你这一路走来 都是按照礼仪的方式来行为 走到结束终点 它是原疾嘛 你一辈子都这个很有礼貌 它是每个人都欢迎你 所以你看 他说 考察吉凶过夫 如此返回最后的吉祥 你走到这边是礼仪 你再回头走 回头一看 一路走来都是何无礼仪 那最后一步 结果就是原疾 原疾 为什么说你大有喜庆呢 因为上九跟六三正印 所以变成原疾 好 好 快